疾病的藥那就是那就是很好的藥這樣子 所以沒有說什麼藥是最好的 因為我們用藥都是雙管齊下有各種不同的藥 然後去防止你控制你的疾病 然後第二個問題他是說 他也是在問說 剛剛我們講了那麼多的用藥裡面 就是有的是去抑制細胞激素 然後有的是去抑制 有的是去抑制那個 抑細胞T細胞 然後有的是去抑制細胞激素 那他有在問說 那我們大概要如何去決定 那這個其實就是大家都不用擔心 因為這個醫生會幫你們決定 醫生會幫你們評估這樣子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 這個問題再回答就好 這個也是常在問 因為現在生物質疑太多了 民國92年的時候 大家都沒得選 乖乖的就打恩博 那後來複麥出來了 那就開始會 開始有人會用複麥 那如果你有複麥 恩博沒消怎麼辦呢 那時候有墨蓄流 所以說墨蓄流線 就說有些是擺在第一線 那再後來後來又很多藥 那就出現很多問題 所以常常我會看那個廣告 你畫一個看板 如果飛鳥丟下去 然後就知道 你要打哪一個 就常開玩笑的 然後就說 那個飛鳥丟在那裡 啊我中了 我在打火 事實上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因為現在說 那以目前現在使用 我們健保 我們先講台灣的健保 就是說 如果你是得肋瘋式關鍵 你用藥 什麼治療不好的時候 你第一線藥 我們先講清楚 就是抗手瘤 YS因子 還有這個 安提勒 還有這個 歐瑞祥 這塞的 都是第一線 但是維科具病人的年紀 你是不是很多很多的一些 你本身很多的問題 有高血藥 糖尿病 什麼什麼 那醫生會幫你選擇 目前 這是排第一線 那第二線的藥物就是 墨虛瘤 墨虛瘤 所以我們認為說 很多藥物 還是要有後線資源 要用了 通通沒藥 怎麼辦呢 所以目前概念是這樣子 第一線 我們健保規範是這樣子 大家記住了 第二線就是墨虛瘤 大概這樣 所以你說你適合哪一種 怎麼樣怎麼樣 這有時候是一個用藥的順序不一樣 因為你知道 很多人一開始用恩博 後來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這可能跟持續的問 你用了什麼 也不能隨便改藥 健保規範 不能說 你今天用這個藥 隨隨便就改藥 因為這個藥貴嘛 安全性很重要 所以也不能隨便轉換用藥 還有就是說 得癌症的病人 你要怎麼辦 如果一開始你就得了癌症 那你要用哪個生物之計 當然就是墨虛瘤優先 或是說你有得了 得了肺血了之後 可以用什麼藥物 那是要過去流 或是你有避肝吸肝 那是用什麼藥物讓你小心 就是說每個人的病情不一樣 個人化 我們講治療要個人化 不是都一樣 所以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所以由剛剛林子彌醫師講 醫師會根據專業看你的狀況 幫你選擇適量的藥物 當然你也可以意思討論 就是說你未來藥物選擇 大家可以互相討論一下 這塊是可以討論的 然後就是如果使用了 葵泥類的藥物之後 皮膚在就是腳的地方產生黑漬的話 要說要如何變化的話 其實就是使用葵泥類的藥物 當然就是有些副作用 比如說有的人就是要注意 特別是有一些眼睛 就是一些視力模糊的現象 那另外的話就是可能比較容易 皮膚會變黑 那如果說真的就是擔心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是可以停用 然後改用其他類的藥物 其他的那個就是 就是那個皮膚類的藥物 那這個其實黑漬它說如何避免惡化 其實發生黑漬那個問題 有時候其實一個黑漬它可能是一個 就是黑色素成績嘛 它其實就是有分良性和惡性 那良性就是我們說的一個字這樣子 那惡性的話呢 其實你可能就要靠自己去觀察 看它就是之後後續的發展 就這一顆漬呢就是我們會看就是 A B C B D 就比如說A就是看它有沒有看它對比對稱啊 然後B就是邊緣 就如果這顆漬啊 它的邊緣有點不規則 它長得爛爛的 然後它的顏色比較C 就是顏色Color 它身體顏色比較深 然後B就是它的直徑 可能越來越打越來越打 然後另外有點凸起會痛 那可能就要特別注意 反正就是那個黑漬如果看起來 長得陰緣比較沒有那麼的圓滑 然後有點凸起來顏色比較深 那比較大一點點會痛 那可能你就要特別注意 當然不是說小的字 我們就不用注意 那也是要特別想見 那另外它說如果說有癌症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 可不可以選用生物之籍 那如果有癌症的話 我們只可以選用特別的 譬如就是Map-Lera這樣子 那像我們也有病人 他其實是就是有癌症 然後但是他後來 我們還是他的癌症 然後有做過手術 又有在做治療化療 那我們後來的話 我們他的類控制密關節 也一直控制不是很好 那他也是有接受 這個Map-Lera的生命治劑 那現在又控制得還不錯 那最後一個問題 他是說 他應該是說 或者是類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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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 他是說 如果就是 還是總是覺得 有某些關節感覺 陰陰痠痛 但是 檢查發炎指數 都是在標準之內 超音波檢測也都還好 外觀上有點走 在持續用藥下 仍然還是會擔心 關節會不會逐漸變形 有沒有更積極的方法 其實如果說 我們當然去評估 就是關節到底 我們治療好不好 其實當然就是幾個指標 第一個就是抽血的發炎指數 另外第二個超音波的檢查 那還有第三個就是我們主觀感受這樣子 那其實如果說 就是 病期啊 就是都有回門診追蹤 然後這樣子的 然後醫生都有鋼底牌 零抽血啊 然後還有超音波的話 因應像超音波就是剛剛郭醫師有說 他就是眼睛為憑 如果說我們真的超音波造起來 他其實是沒有在進展 或是其實差不多的話 其實本身自我的感覺的話 就是 正在其實是就不用太擔心 然後就有沒有更積極的方法 其實除了是用藥治療的話 大家可以加入一些 自己平常的保健方法 就是一些武力治療 比如說 手可以就是多 就是去泡泡熱水啊 然後促進他的血液循環 或者是做一些電療啊 就是尋求一些物理治療 來幫助女環節 手指的關節 我覺得還是隱隱雙痛的現象 那這邊我這邊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打恩國生物質 已經兩年半了 可是發炎指數還沒有下降 指數大概是0.75 然後醫生有幫我申請恩瑞書 我怕會增悟自己是否會影響其他器官 其實這個的話 你大概可以放心 因為其實我們都是會評估過說 這個病人會不會有 會不會有 就是用這個藥 會不會有對他身體會有影響 我們視線都會先做評估 所以會幫你換藥 就是經過生死手癒之後的考慮 所以這一點的話倒是還好好 其實目前不用擔心 不知道這樣沒有回答到他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服用免疫液刺激之後 是否可以使用葡萄柚 柚子 蚊蛋之類的水果 或者是要間隔數長成食或再吃 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的藥理學是告訴我們是還好 應該是不會有這方面的影響 如果你真的很擔心的話 就間隔兩到三個小時之後再吃 不過書上還有我們的研究方面 是目前是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是說 秋冬走入的時候 常常會大腿痛 千年小腿都會抽筋 是不是血管炎 然後走入不到30分鐘 通常我們的血管炎 還會發一些其他的症狀 像是有點發燒 或者抽拳起來 發炎持續是會有偏高 那如果說走入不到30分鐘 其實一般來講 因為目前台灣血管炎的發生率 其實一定是那麼高 然後我們也會看年紀 那其實像一般對比較常見的 反而是像新血管疾病的 周邊血管的阻塞的問題 所以其實應該血管方面的問題 是比較常見的 接下來還有一個問題 第一個 就是說它 它本身是內框之外面 它手肘開刀 因為有一些部份 便會做黃膜切除 就是說要四條座 沒有達到一個程度的話 手肘也是常常會做黃膜切除 膝蓋是最常見的 然後做切除手的時候 因為有傷口 這件事會流黃色的毛膜液 會從傷口流出來 這種案例我們也碰到過 通常應該都會跑 三月到現在已經快半點多了 還沒跑 那可能要討論一下 你是不是內固醇還在吃 或是你持痛效應還在吃 因為默契油 你現在在打默契 因為你那個應該有半點 應該有時間可以修復的 通常我那個病也是用安過 那時候我會建議他說 那陣子可能就劑量髮低一點 或是說比較好 幫它停藥一下 內固醇甚至要幫它停掉 不然那個開刀刀的時候 那個傷口症很難遇 我剛才講過了 你的傷口要遇到 一定要發炎發炎發炎 到最後才會好 你一是用內固醇 一是吃石頭肘 要一是打 打到這身分之一 它就 該有發炎的 你會很易吃 它就不會傷口 有時候就長不回去了 所以就是說 這個就是 要得到一個平衡 那我們的策略就是說 那一陣子 如果說可以 病情控制得很好 說內固醇把它壓低 子痛小孩也不要吃 那生物質疑是不是 剛好有一個空窗期 不要用 讓你那個傷口趕快長回去 那我們那個後來幾個病 其實他們後來 也是花很長的時間 慢慢就 就癒合了 就不會再留了 OK 這個問題 我想可能 如果你還有問題的話 你再討論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 剛剛邱醫師已經介紹了 反正你有關節炎 醫師不會好了 你不要趕他施施列公司 有問題就找我們風濕科 來看就可以 當然看苦科也可以 因為但是在看關節部分 風濕科醫師 他的理解的病比較多一點點 就是說他們比較能夠掌握說 這個病可能是什麼病 那如果看外科醫師的話 他們的認識可能跟我們 對於關節的理解的疑命 沒有那麼多 所以說一般關節有問題 我們通常還是建議看公司科 如果有症例的問題 會轉給苦科 甚至說這個不需要吃藥的 轉給復健科這樣 那如果你是內功師 那你就可以留下來看 就留校查看 好 第二個問題 也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我們一些病友確實常常 因為內功師病友都是女生嘛 所以不是得內功師 我們常常說 這怎麼那麼那麼衰 還會得癌症 那種得了內功師就好了 還要得其他 譬如說上帝就是這麼不公平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 很多人也會得乳癌 我們案例上蠻多的 通常因為乳癌的病人 有時候經過治療的時候很好 幾年之後因為有內功師 關節通常說擔心 這支癌症在跑 是不是轉移了 那常常會他自己會心生恐懼 我想我們可以去理解那種心情 那我說什麼是爭辯 他說你到底是關節 還是骨頭轉移 那通常看腫瘤特醫師 就去找通知科醫師就對了 當然這支療症就排低了 不過我想這個只要排一個 我們講的所謂骨骼掃描 就是骨骼掃描 或是說對於局部的地方 你做個核實共振 我正想從影像可以看出來 他那個骨頭破壞的狀況 那個骨頭轉移跟那個關節發作 引起來的骨頭破壞 在那個影像學是不一樣的 我想不用擔心 因為現在這個影像檢查非常明確 做一個骨骼掃描 或者是一個核實共振 甚至或是一個電腦斷層 這個是由你專業實驗 來看你骨頭破壞的狀況 那骨頭轉移的時候通常他的點會比較多 位置會比較多 所以在臨床的判斷 醫師的症狀的判斷應該不是困難的 那另外有幾個問題 可能不是我能回答你的 這個康什麼 這是你康你什麼 這口內膏的問題 這可能我這個沒辦法回答你 因為我們對這個不深了解 所以可能對我們這顆 我們沒那麼深入了解 那另外他說 排血球如果降到500 是否服用賠你 這也就是我們很多的病人 如果說得到癌症之後呢 在內功師系的治療 我們通常會稍微保守一點點 但是用到奎鈴 大概用奎鈴或是吃熱腸的無病等等 不會用到太重的免疫調節器 那生物質疑當然就是 Mesera墨序油可以有 那也就降到5500 這很低了 通常這個時候一般會建議你 其實如果你真的痛的話 其實你低激量的類過 或止痛下就可以過去了 那奎鈴可能應該是安全 可是我們還是建議 如果沒有非必要的話 就是可以先等於這個白血球 回升到2000 2000-2000-2000-3000 之後再用一些藥 會比較好 好 以上大概是大家所提問的 那我想時間應該還有 我們應該預計到4點多一點 現在還不到像4點多一點點 我在想可能大家回答這些問題之後 應該是不是還有問題 有的話我們再開放幾個問題 我們現在就請大家再看看有沒有問題 我要問 好 沒事了 因為剛才張主任講的那個 帶狀泡疹的疫苗說真的 這個對我們兒子的病人來講 因為中藥的關係 打症的關係 免疫力都比較低 所以得帶狀泡疹的機率是比正常人高 而且以比例來講我得過 因為得過帶狀泡疹 他還有復發的機會 所以我們很擔心 但是我們有打針 要怎麼辦 那我只能 其實大家有掌過帶狀泡疹 覺得深受其痛 其實我也掌過 可是我掌得那麼大便 太忙 太累 睡不好 被兒子的鬧鐘吵了 睡不到藥 長去長幾個 其實那個經驗是有時候才深感 深受感到那個感覺 因為開始癢癢的 接著是死疹了 不過你兩個禮拜就好了 所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說這個位置長得不好的話 那真的很危險 你長到這裡 找到眼睛旁邊 長到一些 你就長到屁股 肛門附近 比較排行 影響力量 所以 如果這個位置長得不太運氣也不好的話 有時候真的很倒楣 有時候長到口腔裡面也有 長到鼻子裡面也有 長到眼睛裡面也有 所以說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問題 那對於衛工師我們有很多經驗 大概打生物刺激 我不能說哪一種 打生物刺激的人 得這個病的這個 栽動胞腦肌 確實是增加非常非常多 而且還蠻大便的 那所以說 你要打 是可以 那要策略 比如說 你說 你現在用事做的時候 一個月一陣的話 那我就建議 先停一個月 趁那個月來打這個針 隔一個月後 你再繼續用你的藥 可能這是一個比較好的策略 好 大家看 那你用 這就是說你要採取策略 你要有一個所謂的空磡期 你不要再用藥 但是你要把握 我停兩個月藥之後 我身體是不是可以勝得住 通常 生物刺激用一陣子的人 我想停個一兩個月 根據現在的經驗看起來 是有些都可以 可是很多就復發了 那你要為了 避防帶動胞腦 就遲到這個空磡期出來 大概有一兩個月的空磡期 讓你沒有用藥的時間來拿這個藥 所以有機會 可是 我已經得過 那我現在為了避防再一次的人 那我就打針 可以嗎 可以啊 但是你要先有確定說 你這一兩個月內 你不要用到用生物刺激 你可能要停一兩個月 會比較安全 對 那當然還有一個問題 打帶動胞腦這個藥物 是不是就是100% 不會再得到帶動胞腦 是不是我打了醫生之後 這輩子不會得帶動胞腦 對不對 應該接下來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要花六千五百塊 花六千五百塊 就保證你不會得帶動胞腦 然後這輩子不會得到 那你是 那我一直長 我打了好幾次 對 你打過還是長嗎 我沒有 那個我們協議師 我跟他講 那早在屁股 要拉給這個 然後他就說 去看皮膚多嘛 對 那皮膚點那個小小藥膏 好像好 我今天跟我們醫師聊 他叫我去花園 你怎麼不一樣 一排十顆吃完了OK 我每次自己 喝了一次也給你的經驗 OK 他可以分享這些 其實就花錢自己買 對啊 因為你的位置長得 一定是比較私密的位置 你長眼睛附近 肩膀才幾步 所以通常 我們都會建議病人 就自己去買七天藥 或是五天藥 吃一吃就 一次以後你就知道 你的屁股有一點養養熱的 趕緊去吃 對對對 而且他講是對的 而且你要吃得早吃 你太慢吃吃了 就沒用了 所以那個感覺出來 該長的肉 你都愛吃 你會吃到 這是很重要的經驗 可以講 就是隨便酒病成療癒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很喜歡跟病人聊一下 他的經驗會告的說明 但我們剛才討論的是預防 預防 預防 那我剛才回答你說 打了這個 帶狀化的疫苗的時候 大概是七八成有預防作用 七成到八成 那打了之後他保護多久 大概也是七八點 好不好 所以大家有一個概念 你花了六七五百塊 你得到這樣一個保護 得到他的時間 你自己一定不會有任何價值 所以我有一些說 我們在探討一件事情的時候 一定要去充分了解 因為我們這個社會 已經被教育到 是非不明 只有藍跟綠一樣 千萬不要這樣 我不要他們隨之欺悟 我必須要解說 好好的問問題啊 把他問到倒 問到清清楚楚的 把話說明白 你就不會對這個藥 不會有痛一百 你這樣說 健保為什麼不欺負 有人在門口大破 為什麼沒有健保欺負 對不對 他花了錢 打了又在泡枕 那如果我剛才這樣講完之後 你說你花了錢 又發生了 那我想大概就不會 這麼大的呼吸 OK 安全有效 把自己理解 我想這很重要 那我一個方法就是說 像我們來的人 在夏天比較不痛 那個時候我就一定要 啞燈 就不要老 比較不痛 那時候趕快就把 拿一下 中天就不要 因為中天我會發作 如果這位帶動泡枕 是你的夢夜的話 是你的夢夜的話 如果你有深風 深圈的感覺 是可以 當然這位朋友分享 阿里古的 我講七八幾塊就好了 他用你原因 看嗎 他是也會再花 我又花錢 大概 對 所以我們看嗎 我想就是 這個跟正式無關 這就是一個 真理 真理是越變越明的 就是說 大家可以分享你的經驗 你要預防 還是你要 他有對策 我幫你去試就好了 可是萬一找到別的地方 很慘的 要宿便打 打那個 注射醫藥 所以我想說 預防的概念要有 所以這個還好處理 所以大家對這個 健康的知識多一層 是對你來講 是有幫忙的 非常謝謝 介紹一下 我們兩個 那它這個 那我現在 來把這個 包包帶來 這個是兩種 那上面這個是 可以 健保經濟 對 這個健保經濟 不けれ我們不太了解 這個不能經濟 這要跟理事長投訴 那我使用這個藍色的我沒有效果 藍色的這個我是有效的 那你就用最無效的藥就好 這樣是不是要主要 是會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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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跟理事長反應 把這個問題展現 有需要 那健保那邊應該是如果有一些 他們資訊有的話 他們不太想應該會開放 說這個是什麼去爭取這樣而已 好 OK 好 好 這個 副獎